这次弹的是白化铃 三拍式的曲子 左手模式的话 跟之前学落的 合度千语千询 或者是水晶 是一样的模式 我先来弹一下 感受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首曲子一共是两页 然后第一页的话 是有反复标记 最好是弹两遍 然后弹第二页 我刚才第一页 是只弹了一遍 你们自己弹的时候 可以弹两遍的 这首曲子的左手模式 就跟之前学过的 三拍子的那个曲子 合度和水晶 是一样的模式 一小节弹三个音符 然后每一个音符 是一拍子 像AM就这么弹 规格都是一样的 八度排音 空三个空两个 就这种模式 然后DM的话 就这种 然后出现了BM BM的话 之前没有弹过 BM是有黑键的 B F上 B正弹 我在教程里面 也已经标好了 然后是E 然后DM BM E 然后A 这首曲子里面 有A和弦和AM和弦 这首曲子 因为是八度弹法 所以就弹三个情节 而且是下面的音和上面的音一样 所以这种弹法的话 AM和A都是一样的弹法 然后双手配合或者是节奏什么的 就没有什么新内容了 这首曲子里面的新内容 那就是BM和弦和A-C 这两个和弦 这两个和弦之前没有结束过 那我现在开始给大家唱一下 一二开始 就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阶段 有必要的话 你就在上面标一下 Dolimineg 然后跟着我唱几遍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也可以不唱 但是我是建议简单唱一下 熟悉一下右手旋律 然后弹弹左手的和弦 然后再双手配合 这样的话相对简单一些 下一步是弹一下双手的配合 慢镜头的 慢慢的弹一下 如果你之前基本上没怎么弹过 然后踏板也不知道 执法什么的也不是太熟悉 不太清楚的话就不要直接弹这首 这首这首的话可能对你难得就比较大了 如果那些都不知道 那就从零基础课程开始学 零基础课程里面 就是那些我刚才说的什么 看图啊踏板啊 节奏啊 双手配合啊 还有一些基本的左手的弹法什么的 这些东西都有的 然后并且那些曲子学起来还比较容易一些 那些学到一定程度 然后再学初级 这样的话才会容易一些 那这个白花林呢就介绍到这里啊 下次的话我们学一下上海滩 上海滩的话 就是有新的内容了 因为左手模式就跟目前已经了解过的是不一样的